这里曾经是春秋时晋国的都城 沿过肇事孤儿 三家风静等著名历史典故 这里曾经是青铜器的铸造基地 由此铸造的青铜器曾经流向侧方 寻宝走进山西猴马 期待美丽的发现 我带来的康熙素三材 新黄色诱 人间少见的 这是我的一套小乌龟 西角乌龟 不可能不可能 你看这个色泽就不对 最多是水牛角 你看它的色泽跟触目一样 如果是牛角的话 怎么能是这个样子 你这是多少钱买的 一个一万 哎呀 那太不值了 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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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菜是猴马的国宝 慈禧太后六十大周端共词御用的 体现了那个皇家的风范 走进山西猴马 精彩即将呈现 今天新宝文化 请不吝点赞 新宝 我是李小冬 今天走进了山西猴马 猴马呢 是陕西 山西河南三省交界之地 这里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中国海选 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的宝贝 山西猴马寻宝之地 一定会让大家大开眼界 本节目由五粮春特约播出 千里交易来看第一件藏品 大雅斋 来 有请这位常友 主持人好 你好 姐姐 老远你看那瓶子上有三个字 大雅斋 对 新代的 慈禧太后六十大周专供慈 慈禧太后用过的 可能是吧 你怎么知道它是专供慈禧太后用的词呢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六十大周的专供慈就是这个样子 这瓶子怎么来的呢 我父亲就是检方前后的时候 经常做一些生意 走蓝闯白的 他就喜欢买一些东西回来 但是他一般的情况下 好的 这个瓶子他没给我看 一直到他去世之前 就是说他都给我了 这个好像像个少女 下面像一个裙子 大姐 你哪看着他像少女了 你看他以前的那个美女吧 那个姿态他就是这样的 我明白了 在你眼中这是一个宝贝 你可以说她是少女 你可以说她是帅哥 是吗 是 是 慈禧的风格不是这样 慈禧什么风格呀 她喜欢又很奢侈 慈禧她虽然是个女人啊 爱一些富贵花草之内的 但是她更喜欢江山 所以她那个大寿的时候 用这种方式最好了 对了 人家爱江山 对 所以画的是大江大寿 是啊 我觉得这个画面的寓意特别好 因为慈禧嘛 出不来嘛 她想看看风景 就看看这瓶子上的山山水水的 虽然那个生活困住了她 她的心灵还是能够飞出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草体是真的 谢谢啊 确实慈禧太后在六十大寿 烧制了一批大雅斋款的 大减器物 大罐 大瓶都成队了 而且呢 都是用的凯术款 大雅斋 同时呢 还都有一个团形的章子 这个呢 是一个蛋黄幼帝 加了这个腌制 紫彩 画的一个通景山水 这种装饰方法呢 在大雅斋里面呢 还比较少见 一般都是粉彩的花鸟比较多 真的大雅斋的 这个团圆圈章子 两边是两条回笼 中间呢 是天地一家春 转书款 你看你这个款怎么写的 天在上面 地呢 跑到下面去了 把一家春写到中间去了 这个就不符合当时 大雅斋这个规范的这种章子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现在的 大姐这不是真的怎么你还这么开心呢 现在因为心里面的仪探 打开了嘛 以后我就可以知道了 真地大雅斋是什么样子 我希望还要下次 我拿一点真的 叫这位个专家 再给我建立一下 家里还有是吧 我还可以追踪你们 你们下一期到哪里 我也到哪里 好 谢谢您穿雨宝 谢谢 谢谢啊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呢是翡翠关羽手把剑 是我的叔叔 几年前去云南旅游的时候 就把它买下了 关公本身就是我们山西运程人 而且又是武财神 所以觉得很有缘分 关羽关云长 其实就是我们离喉马很近 叫山西运程人 在这个泰州还有关帝庙 对 其实在我们山西是有非常浓厚的关公文化 在三国演义里头 对关公有非常清晰的描述 说他身长九尺 软长两尺 丹凤眼 卧缠眉 面如重枣 唇若染指 然后我们再看看您拿来了 这个关公的照相 非常的形象 头戴帽关 卧缠眉 这个丹凤眼微微的闭着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闭眼吗 因为传说中是 关公一开丹凤眼 就是要杀人了 这个关公像 在他的面部是用这种磨砂工艺 巧用了这个玉石的颜色 因为关公他就是红脸的将军 从线条上 打磨的工艺上 包括这个抛光的设计 整体来说是非常漂亮的 翡翠它不仅是绿色的 红色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材质 我们这个红翡 它因为它是次生的颜色 经常在外皮 包括它的这种 油脂状到玻璃质的这种光泽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它 一定是一个天然翡翠的 它当年是多少钱买到的 是四万多 四万块 那现在肯定是不止了 十万左右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来看夏天藏品 这是朋友的关佑 他说是关窑的 我感觉是新房的 右面比较新 铁线也不对 是这个金色也不对 我感觉是前锅后梯 到清末之间的一件老仿司机 我看这个不错 造型这么大气 坏还挺好 前路不得潮的 别听他们的 我朋友一直坚持 他们是真 这个是什么争议品 这是民营国的争议品 刚才啊 大屏幕一显示 很漂亮 我今天来 我是让一个人死心的 刚划完你 这是谁死心呢 先说这个气形啊 你这叫什么 这就是双耳屏 是我一个朋友高价 从人家家祖传的朋友 手里买回来的 天天说它是真的 什么金丝银线呀 什么地下有款 钱侯呀 我们几个朋友都说 认为是假的 你们为什么要打击人家呢 哎呀不行 他太狂了 你们都是什么心态呀 人家是真的难道不好吗 那为什么非要说 人家是假的呢 不是 他花的价钱太高 多少钱买的 五十万左右 好多朋友都说是假的 他一直尝到它是真的 对对对 你这个心态非常好 这叫叫人无弃人有 对对对 让人家看一看好不好 好 来 有请 这个瓶子的式样 是一种灌耳的 肚子上有一个像杏仁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俗称为叫 灌耳杏元方胡 不叫瓶子 为什么叫胡呢 因为它这个气形啊 从青铜器铜方 或者叫铜方胡来的 所以称为胡 从宋代时候 五大名啊 就仿青铜器的这种灌耳方 一直到了青铜代 这柚子呢 我们称为叫官瑶的柚子 那么东西是不是乾隆时期呢 这柚子我们一看啊 很乳酌 像玉脂感 这开的片呢 很自然 底下呢 我们看 这图的很黑 这就是要模仿 宋代官瑶那种 紫口铁足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仿的 但它不是新的 它是什么时代的呢 就是乾隆时期啊 唐英在景德镇 玉瑶厂 官瑶 仿官路 可以啊 是官瑶的 只弄五十万吗 这件东西呢 应该很难得 为什么呢 这种东西呢 晚清比较多 真正乾隆的 仿官 仿炉 仿宋代的丹舍柚啊 在乾隆官瑶里边呢 原来的价位 就是很高的 以这件东西呢 保存完整 毫无瑕疵 一计获成 应该说价值不分 2012年的10月29号 拍了一个 乾隆官瑶 仿乳柚的 冠儿杏元 扁胡拍了178万 但是你这个呢 气群比他小 怎么样也得 值得100万 太没劲了 从中间是真的 拿不拿不拿不 这里抱好 好 来看下件藏品 这什么东西啊 来 邀请这些藏友 你好 您放在这儿来 打开我们看一看 这四个小乌龟 这是拿什么做的呀 应该是西城 哎呀 很漂亮 这是从哪来的 02年 我去平小古城 发现了 多少钱买的 一个一万 四万 就那这也不便宜啊 但是我喜欢他 我小时候 跟我爷爷奶奶 在三村里边 整发的 我们那附近 与他小河 小时候 我记得爷爷就带着 我在小河里 老是带这个小黄巴 带回来以后 就养了这个罐里边 我一看到他 就就是挺亲戚啊 养了些啊 就是童年的那些回忆 我凤凤素 感觉到自己 还跟小孩似的呀 哦 对对对 来这儿要看看什么意思呢 我让专家鉴定一下 看说究竟是不是那个材料 是不是西角做的 来 有请 您说这个西角的 那么你有什么依据 你说它是西角 我感觉它那个鱼子本 挺清楚 法斯文也很明朗 再和它那个味道 也挺味的 臭味的 这个西角 一定要按照西角的 本来面膜去衡量它 不能光看这个样子 有点像 按照这种样子的颜色 要是的话 就是非洲西牛角 非洲西牛角 它的纹饰是怎么样 是值得 中相的纹饰 像肝脏纹饰 你这个纹饰乱的 一会这样玩 一会那样玩 那么第二点呢 非洲西角比较长 前边可以六十几 五八十几 后边也有三十 前端是射心的 你把射心的那个角 把它劈开 做成四个黄板 可能吗 中间的料到哪里去了 因为这是很珍贵的药材 以课为计算 再说 这个西角 闻上去是一股腥味 而这个闻上去 实际上是一股臭味 所以这四个小黄板 不是西角的 估计呢 这一路是 以前的独角 受伤的那种角 要么就是牦牛 所以 抱歉了 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几年东西 不管它是对还是不对 其实我对这个长家 这个东西本身 能对他的童年 产生一些很多的回忆 这可能也是我们在收藏中 需要得到的一些乐趣 对 他们老大说 道宴十丈 不如同心一车 我们祝您永远有一颗 像孩子般的心 谢谢 快乐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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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筋已经掉的差不多了 所以这泥筋的东西 就不是特别好保存 地藏王 本身是印度佛教里的 但是我们现在一般人 所说的地藏王 基本上就说的是 现在九华山 所供奉的金桥学 他是一个高丽的王子 看破红尘以后 到我们九华山出家 一般有战士的 有坐式的 坐式的标准像 地藏仆子就是这样 基本上这是头戴一个花罐 身上戴着樱落 手里边拿一个猪 从您这个铸造里边看 是逃犯铸造的 就是铸的本身比较薄 它的年代应该是明晚清出 就这件佛像来讲 脸部 还有整个各个地方 做工的都是非常精良的 保存状况也不错 而且在地藏菩萨 做的这种像里边 个头也属于大的 它的价值 应该是在三四十万 谢谢大家 我这个是元代的 孔雀兰釉 玉谷春平 为什么这个这么蓝 这么这个有点地面 你知道了吧 是一雄一词 我这个品是好满 真正的播放 我带来的康熙素三彩 金黄色用 云天少见点 你这个瓶子颜色有点方亮 但是用面不亮 有明显的作旧痕迹 这个东西就颜色特别漂亮 而且画的也非常细腻 应该是不错的东西 我认为是反康熙的宋三彩 但是化工偏弱 还有现在作为的藏剂 人才支持我 有精彩 更多精彩藏品 我们共同期待 哇 这么漂亮的瓶子 来 有请对藏友上场 您好 您好 来 请您放到这 咱们称呼您 姓造 这叫什么瓶呢 观音瓶 观音瓶 对 是按什么年代买的 康熙年 不得你怎么叫康熙的呢 哎呀 当时收藏阅历也很浅 别人说这东西很值钱 就买来了 三万多块钱 大约十几年吧 他说康熙你就信了 哎呀 我也多少越懂点 看着这花工给旁边挺漂亮 我这个瓶子上有三组典子 第一组 指日高桑 第二组 陶仁三姐义 第三组 百步传阳 我听说你来之前 有人要跟你赌一下这瓶子 这个人在五百米外等着我呢 他怎么说的 如果今天专家老师说的东西是老的 他一个星期以后 旅游半个西游 永远花五万个钱 谁花钱 他花钱吗 他说这是假的 你说是真的 我说是老的 他说是新的 如果赌输了呢 输了 我请人家吧 感觉是假的 细形不太 有点偏瘦 你喜欢胖的 我觉得也是假的 人物不太逼真 右面也不好 色彩太鲜艳了 我这个瓶子 好都好在色彩鲜艳 金黄又 民谣的产品不多见的 当然我还是从心里 希望你能赢 好不好 我有把握来的 来 多钱 谢谢 这是一个大的观音尊吧 是皇帝素三彩的 他没有加红 所以叫素三彩 素三彩呢 是传统的一个右色 从明代已经开始有了 这个呢 气形我们看很漂亮 就是这个绘画内容 刚才你谈到了 上面是直高升 下面你说百步穿阳 还刘关张 实际上这个内容呢 不是的 是什么呢 是我们三国故事里面 不明的 叫原门涉及 原树 派着大将都要打刘备 而且给吕布写了信 要求吕布帮助他 刘备也赶紧写密信 给吕布 吕布呢 左右为难 吕布就说 我把这个方天画 就放到我园门外 我射箭 如果射中了 你们就不要打了 所以说就出现了 这个场面 最后吕布射中了 这场战争就平息了 从绘画看来 人物画的还是比较生动的 从开来看 也是很老旧的 这个东西应该不是长期的 因为它毕竟开和柚 都不够坚硬 特别这个柚子 比较松软 应该是属于光绪晚期 甚至到民国时期的 东西是老的 谢谢关家老师 关家老师 现在我这个 还有继续有收藏价值没有 有收藏价值 现在这几年 也增值好几倍了 2004年 立刻拍过一个光绪的 这个苏三彩的天球瓶 33万 你进了它 达不到那个水瓶 应该也就十几万 好 哎呀 不说不说 恭喜 来 这个东西是朋友的东西 鱼木做的 他想问一下 这个图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块木雕板 中间呢 是整块木头标准 30多公分 那么也就说 这个树的直颈 要超过30公分 这个木材呢 核桃木 这个核桃木 要长到这样的一个直颈的话 百年 甚至几百年 才可以 首先 这个材料是罕见的 中间雕的东西呢 上面是松 下面石头梅化露 松代表的是茶寿 露代表的是芙露的露 那么上面还有一些云彩 底下可能还有一些花卉 所以这些图案都交着在一起 这是芙露兽的 雕刻不是很繁琐 但是线条很紧练 很圆魂 所以呢 就有苏达明的味道 我认为呢 应该是明末到清初这段时间 山西木雕的代表作 还值钱吗 我认为 这块东西应该几万块钱 谢谢 来看下一件藏品 好 有请这些藏友 你好 主持人好 主力老师好 全场刚才呢 哇 这什么东西这么漂亮 这是一个翡翠的板件 两只鞍唇 这边是麦瑟 它的那个寓意呢 是细细平安嘛 这东西是怎么来的 有一次上那个朋友家做客嘛 看见他家摆的这个东西挺喜欢的 我就表达交换的意思嘛 我这个朋友正好喜欢书法嘛 家里有一个 于又任老先生的那个草书对联 我就跟他做了交换 但是后来有人说 我这个摆件呢 颜色有点杂 质地也不太好 我就想今天借这个机会 问专家老师 知道你那部对联 当时带给他市场价是多少钱吗 收藏的时候是八万左右 反正是朋友嘛 我们关系也特别好 都这么说 对吧 都这么说 万一要是东西不值那么多钱怎么办 最关键的是我比较喜欢它嘛 因为它御医也好嘛 我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好 来 欧阳老师 来 活了 我们这个传统的郁文化 也可以说是一种吉祥文化 所以两只鞍唇 我们就取它这个鞍 这里是大鞍唇叼了两颗稻碎过来 所以就是取一个碎碎平鞍的意思 本身稻碎它也是多子 它也是一种丰收的象征 所以整个图案它是非常的吉祥平安 富足丰收 非常好的意思 然后我们再看看它的材料 很多种颜色 有绿 有黄 有紫 脚丫的部分也是一个颜色的 所以它是一个多彩的颜色 而且这几种颜色在一起呢 我们并不觉得特别的杂乱 因为它这个巧色用的比较好 我们再看它的光泽 其实是玻璃光泽 我们可以肯定它就是一种天然飞车 这件东西呢应该很饱满 做工上呢带有我们传统的玉雕的风味 显得非常浑厚骨着 因为它这个材料比较珍贵 你雕的太多 反而把它材料呢 把它雕入掉 你是每年用八万块换来的 三年前吧 三年前八万块 前面加个一吧 好不好 谢谢 有点 今天带来的是一件 康熙博古文凤伟尊 也有人叫花姑 09年在英国一个小拍摄上买回来的 当时是20万 这东西呢是一个凤伟的花姑 画的是博古文 博古文呢 它来源于古代的中顶艺器 是重要的商周的青铜器 青代的就喜欢收藏它 所以这种中艺器它就画在瓷器上面 一直到乾隆 甚至到晚清 专门做一个重要题材去画 那么我们看这个器型呢 是康熙石流行的 一直到雍正 到乾隆 康熙的时候 这个肩部呢 还要丰满一些 到雍正啊 这个肩部称流肩了 我们俗称叫美人肩 从气型看 这个应该啊 是康熙晚期的 我还想请问一下 现在的市场价值是多少 2013年的3月21号 纽约拍卖一个这样的凤伟花姑 画的是山水 当时就拍了一万二千五美金 到国内啊 可能就三万美金了 我在一边是大名宣得的乐务人 能宣得宗马的国宝 那个地方过于完美了 没有历史税缘的 有点不济到 中国人的讲究东西就是完美嘛 大开门东西 保持的绝对好 关家多长的 这是我七年前收藏的一件 道教金卷钢 明代晚期的 这边有云中龙 神龙借手不借尾 这边是有物中师 借头尾不借中 充满了道教这个神秘学学的色彩 虽然有才 但是非常的漂亮 我希望成为头马的国宝 期待更多精彩 请您继续关注 我们来看下间藏品 这个造型真漂亮啊 来 有请 一对 对 有这造型 我好像是在敦煌壁画上见过 是叫什么飞天还是什么 乐舞人 乐舞人呐 对 得了 你站那边 我站这边 咱俩一人做个造型比划一下 来 你能够设法的姿势吗 来 一二三 开始 你这个宝贝从何而来 这是两千年的时候 朋友介绍了一个朋友 他也是做生意 就说手头需要一点钱 我看这个大名宣德的也挺精细的 你给了他多少钱啊 当时是一万六千块钱 一万六买一对宣德的这样的宗佛造像 你信吗 我幻灯也不懂吧 就是看到他漂亮吧 幻灯是朋友异常吧 他也不会说是坑我的吧 他这个看上去 同志比较细润一些 神情啊 动作啊 比较生动 传神 像明代 仙德年的 宴贝 现代不是宴贝 明朝的佛像 因为是作佛 而且不是咋中国人 有人像是 印度或者是泰国佛像 来说你是宴贝 该是真的夹不了 该是夹得上 真不了 您说的是叫什么 悦武人 其实这种佛像 应该是按照 荡纯佛教里边 知行伯母 这个主体的形状 据说 供奉这种佛 可以增长智慧 不得病 增长知识 万事大吉 所以有很多人信奉他 一般来讲 这么一尊 永乐的 或者是 宴贝的佛像 您估计一下 就是拍卖行 卖多少钱 大胆 六七十万 你再大胆一点 后边还得加个零 有的就上千万 最好的永乐的 永宣的都要上亿 现在咱们再来 回来再说您对吧 一个是这种造型的 不完全是 藏传佛教里边 却有点变化 是集中了几种佛 合在一块 再有呢 就是看这个包疆上 宴贝也五百年左右了 鸡脚嘎腊之类的 最起码有点尘土 或者是香呼热之类的 松油什么的 这上面几乎没有 再有一个呢 就是看这佛的底下 底下是装葬啊 它是装得很死 您这是 挑起来是比较空 凡是敲起来 比较空的那个 都是厚上的底 或者就是仿的 就是新的 从这几点上来讲呢 这两个佛 应该是仿制的 遗憾 谢谢您 没什么 谢谢您 那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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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太爷爷传给我爸的 爸今天让我拿过来 让你看一下 你知道这做什么用的吗 好像是以前人是往腰带上放的吧 有人说是和田的 有人说是腔料的 这个也不太清楚 这是11块 应该还是属于新疆和田这一带 但是这个玉镇呢 相对一般 可能呢时间久了 所以呢 颜色变得这个模样 这个厚度啊 将近1.5公分 我们说明这个玉呢 耗料很大 这个东西的造型 花卉上面一个鸟 背后还有花卉做背景 我们称之为叫花上压画 做的比较粗犷 这个风鸟呢 还有一些凶猛的感觉 应该属于辽京时代的 带有少数民族意味的一个玉的代码 我们有一种说法叫玉带环腰 玉带环腰指的是什么 做大官了 说明拥有这个玉带的 不是小路 保存也好 大概有什么价位 我认为应该40万到60万 好 来看下一件藏笔 有人都知道什么 什么东西 笔筒 很像 来 有请各位藏笔 您好 刚才有观众看完那照片说 笔筒 你看这是笔筒吗 这像是被套弹的 这个叫明晚期 道教 定烧 青花 双耳 合环 金卷钢 这钢是干什么用的呢 装道教的道德尖的 哎呦 这个东西怎么看起来 这上面好像没画完呢 道教的道德尖的 道教就叫学学 混饮活蟹 道教 半真半假 这东西是半真半假 不是 但是道教讲究半真半假 过饮活蟹 哦 您这个半真半假东西怎么来的呢 我在农创里边 在老百姓家里收 有个六七年了 多少钱收的 很便宜 一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 然后说这是明晚期的 我认为是明晚期的 我感觉这个东西也是明的 道教育钢吧 肯定是道教的 这没画完的就是道教 画的那个笼 神龙是只见龙丑不见尾 神龙不见尾 不见尾 我不见尾 我说反了 对 我提出几了 好 高 我感觉它那个花工啊 优色啊 都不太好 现代的 神秘王画 一般人难解 一般人难解 成为一般人 所有人是真的 如果是假的话 他不可能会运动到个裂缝吧 你看着裂缝像是老子 应该再多打一缝 看着更像老子了 来 有请 这可是比陈景锐 那个哥德巴赫的猜想 还有难的天书啊 上面确实画的很多都是局部的 怎么样去解读它呢 我们知道明代和清代早期 有青花五彩 也有豆彩 就是右下的青花和右上的彩 两次烧制 先画右下的青花 然后呢 烧好以后 在右上再加五彩 填豆彩 这种情况很多 你想这个狮子呢 留出这一部分来 就是要加五彩的 可能是个罗汉 应该属于这个佛教眼 因为它的狮子和佛教有关系 再个它龙纹呢 也是画一部分龙头 那部分可能要画成五彩的海水 和龙的身子 再加上它这个油叫瑶裂 这个东西烧出来以后啊 本来是要加五彩的 但是呢 油瑶裂了 就做一个次品了 这就成了一个半成品 从这个气窝呢 首先肯定它不是新的 我们从这口言的 胶叶文和青花料的表现 用笔的纤细 和康熙时期的风格 很相近 胎子也感觉到很细 说明末也可以 但是呢 应该属于清早期的 它不是你说的 道教那些 很神秘的密码 这个半成品 那这东西也是个老东西啊 它还有没有价值呢 价值不高 本身就是传次品 好 这瓶参与品宝 这瓶也是品 来看下件藏品 我这件宝贝 是一个春秋的顶 一看典型的新东西 包典典型的 到处都是做的 就是现在的这种 吃辣椒 铸造成的 你看这个造型 我好 造假造不出来这个样子 你也别让干架 全没劲了 你们的眼光不行 我不认可 你说你好 你好 小顶 来说说这个顶怎么来的 人们都说宝贝疙瘩 这个宝贝 现在真成了 我心里的一个疙瘩了 六七年前吧 我曾经有两个 比较好的朋友 后来有一个朋友 欠了另一个朋友一些钱 他家里祖传的这个宝贝 想把它顶给那个朋友 因为我们不是很懂 那个朋友也不想要 后来呢 就是我出面 做了一个担保 把这个来顶给他了 当时说好了 你拿回去 去鉴定一下 如果说是东西没有问题 双方的债务就互清了 结果呢 五天以后 他说可以了 后来有了半年左右 这个朋友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这个东西不对 要退 后来出于维持朋友这个情意吧 我就出钱把它留了一下 多少钱 因为我当时和那个朋友 还合作一个项目 他现在一直怀疑是我和两个人设了一个局 把他给骗了 今天就想把这个歌单解开 因为我本身是很好的一个朋友 万一要坚定是假的 不是那就更麻烦了 假的我就留下了 他比较稳重也比较大气 我还是坚信他是真的 就这个顶来讲呢 你看这个文饰啊 应该是攀绘文 这个绘是什么意思 绘就是蛇 这是当时春秋时期很流行的一种文饰 三个族上面是寿面文 而且呢这里边有饭线 饭线非常的清晰 饭做的这种称能剂 它是首要的 你要找到饭的痕迹 你才能放心 而且呢下边是黑烟子 这就证明当时使用过的 炖鸡啊炖鸡啊 这石器 而且呢红斑绿绣 这不是红斑绿绣 所以说呢这件东西是春秋时期的顶 是无疑的 啊恭喜你 我觉得这件东西 咱们是不是还得送到博物馆比赛好 可以考虑 谢谢大家 好好谢谢 好好 谢谢 我们家收藏了二十多年了 我们家这个竞秀呢 有一千多件 这个呢 是五指登科的图 您知道这是什么脸碰吗 我不懂的 我爱人他喜欢 这件东西呢 秀的人物是五个小孩 中间的一个童子呢 带了一个罐 手里还拿了一个罐 是罐上将罐 左右两侧的 一个手里拿了一个脸盆 连胜贵子 左边的拿了一个石榴 多子多孙 封建社会都喜欢南海的 所以全是南海的 周边的花卉呢 有牡丹 有莲花 也是富贵吉祥的一次 那么这个秀颜色丰富 色彩艳丽 蒸房啊 都是平生秀 这是典型的 我们这边的景秀 景秀尽管 不是我过四大名秀 但是这件东西呢 是清代晚期 静中地区的景秀 也代表东西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这是一个啊 西智 精于道流 清早期的一个道流 造型比较优美 代表中华女的智慧的决心 我觉得她应该当选 咱们投马的明年国宝 这是我大概六年前 收到了一件 宣传三年的授评 体现的是全鲜客兽 画工 雕工 都非常的精美 我觉得这件产品 是非常优秀 尤其是人物科幻 栩栩如是美 造型国宝就是你的 收藏荤蔑无限 期待更多惊喜 好 来看下一件藏品 鱼 来 邀请这一藏友 主持人好 你好 这鱼的造型 我们看 这拿什么做的 这是 我这个藏品啊 是一个西智精于道流湖 什么叫道流湖啊 有时候水 从这儿住进去啊 不会漏 最后这样盐过去啊 这水啊 从鲜鱼口中吐出 我找个杯子 你现在先给我演示一下 好不好 好 大家看啊 这样也不会漏 真是从那倒进 但底下不会漏 对吧 最后啊 它这个水从鲜鱼嘴里出 来 这个有意思啊 说说藏品怎么来的 这个啊 是我去古玩市场啊 特别有演员 首先它造型比较生动 其次啊 这个摊主啊 随即给我演示了一番 所以决定买下 当时是花了六千块钱 这什么时候的 我觉得这个是呀 晚清 清朝的时候啊 这个西智 这个道流湖啊 是比较盛行 来 抱着您这个鱼 来让专家瞧一瞧 来 邀请 道流湖这原理 就是物理学的原理 里边一根管 从这进去 一直到这个位置 这水倒进去以后 它一倒过来 不会流出来 而且只能从这嘴里边出来 西智最早 可以追溯到宋代末期 原民比较顶上 现在来讲 那最有名的西智 是在哪 大家知道吗 河南的道口 就是道口烧鸡 有那个酒壶才能吃烧鸡 对不对 就是在那个地儿呢 有几条街 顶上的时候 每条街上都有三四十家 专门做这个西智的四号 你像我们这上打的这个呢 也有两个款 一个是点铜 一个是兴顺 兴顺就是道口的一个四号 原民时期非常的流行 一直到清末的时候呢 道口做的东西上贡 给此地代后 所以那道口的这个西智很有名 但是呢西智到民国以后 就逐渐的消退 那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玻璃器出现以后 把它给顶了 再有一个呢 这西呢 本身呢 含铅 含铅的话 对人身顶防了 所以这个西九湖 逐渐退出这个市场 就这件东西来讲 制作呢 还是比较精致的 保存的状况也比较好 只是年代比较晚 是清代晚期 他买的这个价格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价格 谢谢他也挺好 谢谢 哥老师好 哥老师好 我这家雌鸡是粉采通酒 餐醉人物盘口瓶 前农月下江南时候买回来了 天龙爷当时花了多少钱买的 这我不太清楚了 还是我花十万块钱买过来了 瓶子的造型 我们叫谈口尊 现在这种仿了很多 这个究竟是不是真东西呢 我们看到这是画的 粉采的通景的山水 非常的鲜艳 层次很好 而且内容很丰富 从绘画上看 它是很细腻的 柚子呢 我们一看很云净 很坚硬 也符合青三代的自己的特征 这个底胎是自然旧 表面氧化了 发黄发暗 里面积的一些自然的入供 做旧的就是涂黑 看来这个胎应该是对的 这个没有耳朵 如果有加耳朵的这东西呢 就晚了 乾隆时期流行加耳朵 这个东西应该是雍正时期的 粉采谈含朵 谢谢 这个下件能买到的 现在这几年也增值了 这里民谣东西 市场价18万到25万 好 来看下件藏品 屏风 来 我们有请这位藏友上场 来 我们再掌声欢迎一下这位藏友 欢迎 大家好 专家老师好 我真好 还喘着气呢 这么大一件 这个这是木屏风 对吗 对 国宝就是国宝 你屏人说他是国宝的 这是清代仙庭年间群仙鹤寿的一个三色的寿品 从他的苗巾到绘画到他的雕刻到他背面的书写的工艺 都非常非常到位 他是个金 你先说说这屏风来历 我一个藏友在乡村发现 跟他一起去了 当时价格不小 多少钱 六位数 六位数十万九十万 但是差得很远 六位数十万以上了 因为价格大 所以吃不准 买了吗 完了以后我给大哥 我把图片发过去 就给我打电话过来 不惜重金 把他搞回来 我为什么呀 然后这个东西是咱们红马的东西 绝不能让红马东西再在外面漂过 太有这个家庚情节了 不会说是虎马虎宝 对他没说 你凭什么说他是虎马的藏区 我当时有一个有力的证据 这是一个姓乔的老太太 七十大寿子 她的侄孙们 种了她的这个东西 这个姓乔的老太太 嫁给了我们头马的杨家 现在杨家的杨老先生 我请到了 在哪呢 杨老先生 请杨老先生 来来来 欢迎 来来欢迎 欢迎 好 你也站过来 你也站过来 站一起 这个屏风跟您家什么关系啊 这是我的太爷爷 送给他的伯母 条伯母 气势受淡的贺礼 那个杨凤楼就是您的那个 杨凤楼是我的太爷爷 太爷爷啊 感谢我的学生 也是我的好友之子 慧念 收成 还是我老祖先的人品 重现社会 回到老家 我荣幸之之 哎呀好 我明白了 谢谢杨老先生 您到台下就坐 我们请专家等会看看 这比较屏风到底 价值几何 好不好 谢谢您 好 几个专家 再来看一看 这叫手马 无风 这是一块寿楼的寿品 年份的是新和年 新和年是宣通三年 又是新和革命的元年 它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本地的 金物条 红的和金的 中间加点地 上边是苗金的 是真金 而且惠宫呢 也比较好 还是带有竖卷气的 中间的主机纹色 是群献做寿 黄母呢 推着那个车 云间下来 其他各个仙子啊 有的在摇台上 有的呢 在下面 慢慢地往摇台上走 这个场景呢 对于乔夫人 是对她的歌颂 左右两侧 一个是仙鹤 一个是梅花鹿 也是做寿的仪式 背后是一片文字 也是赞扬 乔太夫人呢 一身的高贵的品质 她平时呢 很寄贱 相互教旨 行贱之家 这个文字 写得很秀丽 似乎呢 有刘公权的味道 所以总体来说 这件东西 细性硕大 艺术品味也不低 尤家对我们大部分来说 是很有受伤价值的 一般的 这种东西呢 就20到30 好嘞 这些菜一真宝 谢谢 好 谢谢 这一对莲子罐 是我06年 在朋友那喝茶 我看见特别喜欢 然后转让给我 当时花了6万5 因为它是什么年代的 它是个青花五彩的 青花有那种层次感 我感觉像是康熙时 这两个罐子 我们从远处看 像个莲子 所以俗称莲子罐 这种莲子罐呢 流行在明晚期和清早期 一时到康熙 你这里缺了两个盖 这个绘画的内容呢 它有几个字 十月先开领上梅 十月 这指一领 这就是文人 在梅花刚刚要开的时候 拿着琴呢 去访朋友 来一起赏梅 这是这么个文人情绪的东西 这个字 它是历书 历书呢 它是流行在明代晚期 一直到清早期 画的还比较细致 青花料也比较深沉 而且还比较鲜艳 所以这个东西呢 应该是清早期 至青花五彩 年卫 麻烦问一下老师 它这个价值 在2007年的6月2号 跟你这有个一模一样的 也是没盖子的 拍卖价是五万两千八 你这一对呢 最少几十万 谢谢 这件宝物 是我一个哥 在咱们村里边玩的时候 在那个老房子 一个佛坎里头发现的 后来问了几个朋友 他们说 这是一个桃范 咱们猴马 作为这个近视同气的发源地 我觉得这个桃范 应该能成为咱们的猴马 民间国宝吧 猴马 尤其是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 就是古代的 专门筑筒的遗址 在很多地方都出土过我们 猴马当年筑造的青龙器 这个地方呢 据说已经出土了五万多块 就这种陶饭 而且有一千多块 是可以拼起来的 各种器物 是十分难得的 一般来讲呢 我们说是陶饭 实际的饭和馍是两个方面 磨饭嘛 饭是挖进去的 磨是鼓出来的 从您这个上面看的 这应该是磨 这些个陶饭 还有这个陶蒙上呢 基本上都是这种葵龙文啊 还有这个当时春秋到战国期间 非常流行的这种文饰 所以说呢 我认为你这个陶饭呢 是民间收藏的一个代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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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我们专家 现场观众觉得哪辆就能晋级 几号 一号 三号 四号 晋级的产品分别是 一号 古宝玉的春秋 盘毁闻青铜顶 还有三号 白蒙的清前龙关阳 仿关又挂耳梦湖 今天新宝文化 今天这场 是我们走进 火马的精彩场面 下一场将会 青海地区 再见 赞 订阅